下個台灣的叫做鋼漢 就是我講過我會教 可是大考試從來沒考過的 鋼漢 鋼漢就是不下雨 鋼漢就是不下雨 不下雨叫鋼漢 台灣多久不下雨 叫做鋼漢 20天以上 無降水紀錄 降水紀錄是指的每天的雨量 小於0.6公里 就當做你沒有降水 氣象局勢只要有0.1公里就會記錄 今天有下雨 懂得嗎 你知道0.1公里還是會記下來 小雲點就當做你不下雨 20天沒下 就叫做有漢災了 50天叫做小漢 100天叫做大漢 就是台灣的標準 這樣叫做沒下雨鬧漢災 OK 沒下雨鬧漢災 那基本上台灣是南部比較容易鬧漢災 而且冬天比較容易鬧漢災 為什麼 我們講過嘛 南部冬天雨量少 為什麼雨量少 東北激風吹不到 對不對 北部是因為地形 所以地形還升而多雨 南部會乾旱 這我們講過了 所以基本上南部 基本上是南部比較容易鬧漢災 然後冬天比較容易 就這個 冬天雨水很稀少 冬天雨水很稀少 所以容易天到漢災 我教過了結構性的乾旱問題 結構性的乾旱問題 我們講過冬天春天呢 兩個盛行 台南雨上山脈阻擋 所以雨量稀少 我們稀少 去年 去年到今年 是這幾年來 歷史紀錄以來 雨量最少的一年 冬春兩季 是歷史有紀錄以來 雨量最少的一年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要 快要剉起來了 所以開始做一些現實 你們這些看法都知道嘛 他們在水晴告急啊 到水晴告急啊之類的 希望這幾天 開始是不是有點飄雨 可不可以 能不能稍微解決一點 不過看起來 希望好像也不大的樣子 你是台灣 然後呢 除了這個不下雨 老天爺本來就不下雨之外的因素呢 像我們現在 我們各家的水庫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淤積 我要水庫是要存水 結果你淤積了 你能夠存的水就會怎樣 減少 到時候真的不下雨 能夠提供出來的水就會減少 現在為什麼剛剛這樣 因為現在除了翡翠水庫之外 大概幾乎每個水庫都是 水庫都是所謂的下陷 甚至嚴重下陷的程度 嚴重下陷的程度 太少 比較太少 所以這是水庫淤積 淤積 所以減少壽命啊 然後就蓄水量 這是我們人為的因素 因為過度開拔山林 水土保持不佳 造成的結果 還有 就是亂砍樹 因為樹會幫我涵養地下水 樹沒有人 就沒有人幫我涵養地下水了 如果有人幫我涵養地下水 外面缺水 它水就可以流出來 我們講過河水可以補充地下水 地下水可以補充河水 那問題是你亂砍樹 沒有人幫你涵養地下水 那你就會缺少 這就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所以第一個因素是老天爺不下雨 但是你還有些人的因素 會造成你乾旱的汗情會更加的嚴重 所以呢 那旱災會怎麼樣 最主要就是鬧饑荒 你們看過一些什麼非洲的什麼影 照片影片啊 那肚子很大身體很瘦那種 鬧饑荒的 最主要的因素是 就是一個鬧的會鬧饑荒 會鬧饑荒 那還有就是 民生用水 也會可能受到影響 我看過一些人的說法 是認為 停水比停電更可怕 停電嗎 就是沒電嘛 不能看電視啊 不能打電腦啊 那四個廚房晚餐也不錯啊 有個停水呢 不能洗澡 不能洗臉 不能上廁所 所以馬桶沒有水 沒有水 所以有人會認為停水會更嚴重 所以也會造成一些民生用水 那還有一些工 比如說 我們現在的兩照 當初兩照三星的半導體工業 它需要用大量乾淨的水 所以如果你水不夠 它就完蛋 好好完蛋 它就做不了 它就會對你經濟造成一些影響 這是一些參考書 這院竟然會問的題目 請問你河口的魚蝦被淚 什麼時候最容易在一件事俏俏 答案是乾淨後的第一場大雨 所以乾淨的時候 所以乾淨後的第一場大雨 所以乾淨後的第一場大雨 沒什麼事 雨季一來全部沖上去就完蛋了 那怎麼樣去防治呢 主要有兩招 一招就做好水土保持 剛剛講過要有種樹啊 而且水土保持好了 就不會有沙子跑到水庫裡造成淤積啊 那就是 新建水利工程 讓老天給我們的魚跟血呢 能夠盡量留下來 以後可以被不時之需之用 但是 所謂的新建水利工程 現在幾乎都是指的是乾水庫 可是我好像有跟你講過 乾水庫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水庫一蓋完 後面要淹沒一大片 全部泡在水裡面 通通在淨 一蓋下來會阻擋一些魚類的回油啊 什麼之類還有些別的問題 所以乾水庫會 造成一些生態環保的問題 所以台灣最近要蓋的水庫 通通被反對 我們說嗎 蓋個湖山水庫 說那是八色鳥稀稀地 要蓋個美濃水庫 說那邊是黃蝶翠 現在湖山要蓋 要他寫個計畫書 要怎麼樣去保護那個八色鳥 讓他能夠活得很黑皮 不要這樣就不簡單 這樣子之類 所以 基本上蓋水庫這個方式 在目前來講是受 常常會受到環保人士的反對 那麼 有人提了一些方法 但是目前還不算很成熟 然後呢 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乾旱的防治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乾旱的問題 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講過了 大考試目前為止沒考過 OK